我們都關注到在北半球 雖然現在未踏入冬天 但是在2020年2022年的時候 在其他的地方 其實都流感的情況 是比在過去兩年嚴重的 我們現時的評估都是 現時香港的市民 對於流感受到感染的風險 已經是增加了的 主要就是在過去兩三年裏面 大家都做了一些防熱措施 戴口罩等等 以及一些社交脫離措施 令到差不多在香港 流感在香港是沒有什麼傳播的 變成市民的免疫力 隨著日子是一直下降 亦都令到抵抗力會減少 亦都有機會就是一些年幼 例如三歲以下的小朋友 可能他們出生之後 其實是未接觸過流感的病毒 有機會如果他們感染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是會令到個案 以及一些重症的風險增加 我們最近都是衛生防護中心 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流感疫苗接種計劃 今年我們都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就是在接種新冠疫苗的時候 或者接種流感疫苗的時候 我們同時都是提供新冠或流感疫苗 一同去接種的 同一時間打多疫苗 都會有很多時間發生的 例如舉個例子 例如肺炎鏈球菌疫苗和流感疫苗 過去幾年我們都幫不少長者同一時間注射 如果你說真的這兩種 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 這樣就算了 現在我們對於他們的副作用 認知都多了很多 所以我們預期的副作用 都會是已知的副作用 主要都是一些比較溫和的 香港也不是唯一一個地方這樣做 就算是世衛 也都建議可以同一時間打